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有这个体会吗 主持人这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他大概基本上是改革开放之后 才开始使用这个名称 有这个概念 对吧 现在说起来谁不知道主持人呢 谁都知道主持人呢 可是呢 我又觉得很少有人真的知道主持人 他是个挺特殊的这种 你们说说内里乾坤吧 我告诉你现在读历史系读中文系的人就少了 现在全国风起云涌的主持人专业啊 你知道大学里影视专业 中国现在看电影的人数是急剧缩少 大学里的影视专业啊 是蓬勃的发展 很多人都想觉得主持人 很多综合大学都开了什么播音主持专业 你们都是他们的偶像啊 你不是还要开体育解说学校吗 那是假新闻 完全没有这种 这就跟了昨天说的一样 是诡文之王 标准 假新闻之王 诡文 诡文就一个 诡文就一个 多发展几个什么的 才叫诡文之王 你觉得你这个道行里 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东西 这么说吧 你体育解说 跟主持节目 你有没有本质的区别 有 体育解说 是以比赛为第一元素 你是一个二度创作 你是依附于比赛的一个伴奏 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把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 改拍成连续剧 就是体育比赛放在那 每个观众心里都有一个 自己的感觉 这个进展 这个过程 这个球员 对 他每个观众心里 都有自己的一个 他讲的对 有时候吧 有时候一场比赛 你能收到不同的解说 那我有时候就会跳 比方现在Nike 英超啊什么东西 有广东话 有英文 最简单的香港就是说 那有时候你在广州 什么时候 还可以收到普通话 对对对 那真是不同的解说 就不同的比赛 但是 但是真的是不同 效果完全不一样 尤其 但是我很想知道你的看法 就是说 因为我在我 我看球的人 英国人解说 他就一个人 他好像是尽可能的 简单 少说 他就是谁拿到球了 对不对 他就 简单的描述 叫 Simple Description 你为什么不止那么简单呢 这个 他是有点拉美风的 这个 我觉得是后来变成拉美风的 这是一个混合型的 另外和中文的语言不一样 方块字 他单个字是有独立意义 有独立意思的 不像拉丁拼音字母 他一个很长的单词 比如说Fabulous Excellent 什么这种的 其实他很长一串音节 但他表达的只是一个意思 中文一个妙 就来了 对吧 但是他拼音文字 他容易把时间填满 对 在过程当中 他一个感叹词 一个道桩感叹剧 他已经把伴奏空间填上了 我还第一次知道 方块字呢 他们这钱挣得容易 这就一句话可以那么长 各有各的没有 你比如说 你看过电影《十面埋伏》吗 对 最后张子怡死在刘德华的怀里的时候 对 他仰天长笑 为何 你看在感叹的时候 为什么就不如为何来的有力量 就不如为何来的爆发力强 因为你字多一个 你的力量就分散了 你看你在这个 是新知识 你在体育比赛里 经常有人要状物言之 要感叹的时候 要赞美的时候 你一个道桩剧 一个拼写节奏 拼写的音节很长的单词 和一大段话 每个字单有意思 完全难度是不一样的 表达的思维 语言的思维结构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侯门深思 不是侯门深思 隔行如隔山 球门深思 而且你看 我挺喜欢 我过去挺喜欢 听他这个体育解说 就因为我不懂 好像我能知道很多看场比赛 而且我还觉得 这个体育解说 他这个神经 是相当高度的 所以容易神经病 你知道吗 他因为比赛情况 我基本上就是神经病 他比赛情况顺心万变 不是你 就上回世界杯 脑子要高度兴奋 我听另一个人 你就觉得这个人 猛一下就蹿了 你知道吗 你不要再说 克劳德带球往前趟 克劳德 克劳德 大门 他不知道是谁 我就说 我说这不是神经病吗 他你想他每天这样 他这个 就是因为 我还是我说 这是一个对名著小说的改编 为什么 这个比喻 为什么比如说83版的射雕 大家就怀念 就好 93版的就一般 到03版出来之后 大家全去买83版的盗版VCD了 你说这 是吧 就是这个比赛本身 他就是那原著 解说就是那个改编 但是你这改编要尽量贴近 大多数读者的心里的 这个 呃 郭靖 黄荣 嗯 这个样子 这就成功了 这就是好的解说 那 你改编的不成功 就是糟糕的 那 那我给你 我给你挖个坑 就是说 那你那个意大利激情 那算是对应了大多数人的 这个情感的 这个这个共鸣 那算是一个 创作性发挥 那 那算是一个技术失误 简单说 如果 你真心的觉得是失误 对 就是 就是我如果声音没有喊破 一切问题都没有 也 而且 也不会有后来这个 呃 画舌天足的这个电话连线 这个电话连线其实是很糟糕的 嗯 如果我 解说完了之后 什么也不说 也不会有这么严重 然后呢 我如果不是因为这个 连续的疲劳 连续的疲劳 是首先会 回嗓子的 回嗓子 但是那 那回 回感情吗 其实你单看这个文字啊 嗯 没有任何问题 嗯 没有任何问题 只是因为声音的问题 因为声音喊破了 没错 那时候我就觉得我那电视机坏了 对 对 他 他 如果我能用稍微个这个 这个正常一点的声音 哪怕掉门拔高一点 都没有任何问题 哎 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到最后 他也采取了一个幽默的态度 来对待这件事 嗯 我是说呀 就是说这个主持人 为什么我刚才讲啊 好多的时候 人们以为很熟悉 嗯 可是实际对他内里的很多东西啊 太少有人知道 你让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就 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像你比如说奥斯卡颁奖 那么大的场合 嗯 为什么只有一个主持人 对 其实是对的 我们的很多单位哈 他呢 不太了解这一点 他几个 他比如说 搞一排 有单位一请八个主持人 这八个呀 都是腕 可是呢 他请来了之后啊 你让这八个怎么说话呢 东风万里 阳光灿烂 一人一句 八个人唱一首歌 对 你比如说我要 请口相声 好比说我要跟他支招 就反应你不懂 你比如说 这八个人里 假如有一对是说相声的 好 用这对说相声的 这俩可以逗逗闷子 做串场 你比如说 假如说有一个 善于访问的主持人 好 让他承担一个访问的功能 善于解说的主持人 他用解说的方式 来细说一段现场情景 这样就是说 这就说明你懂这个主持人 是怎么回事 你觉得主持人主要就是不是人 所以没什么人懂你 而且人家说起来挺有意思 你比如说 我的很多朋友 有时候就觉得我傻乎乎乎的 就是说跟这个镜头上完全不一样 后来他们就分析 不要伪装自己 是真的傻乎乎的 我相信我也一样 就是经常 你就要我在私下生活里吃饭 你要供饱鸡丁吗 你说什么 就是他们觉得我呈现出一种用脑过度之后的准时代状态 没有没有 你的特长恰恰是在主持的时候反应特快 有一次他们主持选美吧 那个选美小姐就讲了一句英文 她是很自然的 她就是海外生活嘛 啪就套出一句英文 那她真没听懂 结果呢 这实际上很尴尬的事情 结果她马上就说 你知道我不懂英文才这么说了吧 这就把这个场面给还过去 这不是很正常吗 这是她的好处 不是我不是说我好 我是说呀 要不说这个新东家 就咱们刚才讲 比如说她讲这个疲劳 我跟你说 我跟你我给你看一个表 这是我们公司的工作表现评估表 每年还有这个 对就是说你上年度定下的工作目标 今年度定下的工作目标 我跟你说 新东家也要这一套 对对对 没错 你以为疯狂 说前两天就让 说说寄回去 说你要不寄回去 明年加工资没你的份 我说我跟你讲 我说你 抱怨 不是 对 我说你相信不相信 因为你让我做的节目太多了 所以使得我从周一到周五 我什么目标 我的目标就是今年能有时间填你这份表 能扛过去 不是 我连这五分钟的时间都没有 我跟你讲 就周一到周五 我跟你说 我撒尿 不是 因为我小便的时候 还得捧着资料看 捧着资料看 真的就到这种程度 到晚上到凌晨三点 他不知道 他管理者不一定知道 还是说明 现有的机制 给了你很好的工作动力 你会这样用心的去学习 保持自己的工作水准 如果你想混 如果你想混 也一定可以混 为什么在这你不敢混 你也不想混 肯定还是新东家给了你 不是老东家 你对哪说是老东家 给了你足够的动力 怎么现在我变成黄念祥 他变成斗文涛了 你一定是身态平衡的 到底是大机构出力 对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现在建祥都代表新东家 安慰我老东家的马 你刚才说主持人 没有什么人真正了解主持人 确实有这个现象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 只要会说话 不结巴 不大舌头 普通话过得去 拿个话筒都能说 好像这行你像唱歌 你需要嗓子 练体育 你需要身体 跳舞 你需要受苦 天天牙刃带 从小练童子弓 就说这行感觉是 跟唱卡拉OK一样 普通人都有心来试一试 好像体育比赛中的 哪个项目 保龄球 保龄球就是让业余的人 能找到快感的项目 我第一次打就全部 一排都下来 对 很多人都觉得 我能当主持人 你看你比如说你要招 你要搞所谓真人秀节目 对 你要说找跳舞的 踢球的 来的人少 你说找唱歌的 一万多人 几万的人报名 你要说找主持人 在后边再加一零 人人都觉得自己能行 就觉得这活没什么难的 你给我这个机遇 上天你给我个机遇 我比德文涛 我比许格辉 陈鲁玉还棒呢 都是这么想的 你知道吗 而且电视行业里的其他工种的人 也会觉得 你们最清少 我们多累 摄影的 扛个大机器好几十公斤 编辑蹲在那编片子 熬夜 多累 还得学新技术 你们玩好一张嘴就完了 是 你像我们搞晚会的那种导演 就会觉得主持人最傻 在现场 因为我们都在忙忙当当的 主持人跟个小孩似的 晃来晃去 晃来晃去 没什么事 他是什么都不知道的 什么都没有的 所以我就觉得 真是他主持人 他的特点 一般人确实是不知道 你比方说 这里边有一个很危机的问题 这跟很多行业都有关 比如说那天有人讲 就说在中国 说是真正原创的节目 没有火的 我这个很有感想 因为你好比像我们这种节目形式 也是属于原创 原创的有个什么问题 没有人知道 你这个节目需要怎么样一个工作流程 比如说觉得你们仨就在聊 你需要什么准备时间 包括公司的老板 也不知道说该给你什么支持 该给你多大的支持 你知道吗 这种东西内里的东西 最近有出版社的人来问我们节目 可不可以出一些什么东西 才突然注意到 三人星是很少的一个节目 从来没有字幕的 也就是说 我们是没有文字搞的 你发现没有 很多谈话节目都有字幕的 主要是因为那个什么 遮丑 你知道吗 经常说错话 不敢打字幕 然后主持人这个行业 还有一个尴尬 它也算是一个影视圈的 影视行业的工种 而且还让人感觉很风光 是明星 可是你没作品 唱歌的有歌曲 歌手人家有专辑 有单曲 能够流传 那是他的作品 演戏的有电影 影视演员有他的电影 有作品 有片子 我见面送了一张我的新专辑 我送了一张 我上一部电影的谍 画画的能送你一个画 写字的送你一幅书法 文涛就送你一个选美比赛 我跟你讲 运动员有成绩 你说咱们能留下什么作品 什么东西是你的 什么也不会 咱们在这个行业里 好像身无遗迹之常 我跟你讲 红衣法师 自称二一老人 就是有两句诗 就是一世无成人见老 一文不值何销说 我觉得他老人家都这么说 我更觉得我这辈子 随风飘散 你主持人干的 谁觉得你主持人有什么 比如说我觉得实际 我不是个好主持人 但我会是个好嘉宾 我也是 我到你这节目里来特轻松 对 你是不是 对不对 我跟你说 被动的是最潇洒的 对对对 你想说就是说 你不说我得出丑 对对对 而且最丑的 你比如说大家冷场 主持人搞气氛 对 过头了 大家说你太用俗了 太引荐了 太下流了 三俗 对三俗 你什么 就是但是你 低俗 恶俗 低俗 媚俗 叫三俗 三俗 三俗二老的 你知道吗 所以你觉得我 我那天看马来西亚 说最近这个 降低了娶几个老婆的 那个门口 然后呢 报上当先进人物来宣传 有一个人说 我的这个经验呢 就是这个都平等 几个老婆平等对待 凡做出什么决定 我都要跟他们三个 逐一的商量 一定是让他们 都感到很公平 我一想啊 主持人适合一副多其致 主持人的这个思维方式 今天就这句话 反应最认真的 没错 眼睛一瞪 一个都弄不过来 你还不累死 不想活了你 就等于我整天在练这个 你是一老婆 你这老婆 我得让你们俩 都得得平 还得得都得好了呀 不知道死活的东西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塞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你看建祥 我还为你抄一句名人名言 我觉得这话说挺好 第一个呢 你必须学习 如何接纳别人的排斥 第二个呢 同时学习 如何排斥别人的接纳 你好比这个主持人呢 我为什么说 他大家伙都会骂他 夸他这些东西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对 有时候你很容易动摇 因为你还不是说艺术家 我坚持我的 我管你们喜欢不喜欢 这个就是为了观众服务 可是有的时候呢 你他你动摇了 反而你没了自己了 你就主持这个行业 极其尴尬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言 就是说 观众不会记得你说了什么 观众当时听一个感觉 听一个情绪 没人会把你的话刻成蝶 反复听保存 所以说呢 你这个 他就记得你说错了什么 而且你这个 你的这个表现 还容易被歪曲 最后失真 因为电视上不可能来回来回来去 老播这期节目 比如说咱们这期节目当中 某一个话引起了争议 有评媒或者网络写了 黄建祥 窦文涛节目当中大放厥词 如何如何 主持人适合一夫多妻之类的 OK 好 你看吧 他凤凰不能把这节目重播一百回 让大伙看到真相 不可能 最后只能是越传越离谱 而且你看 有一次有个电视台 考评 每个主持人三分钟节目 还给我五千块钱 当评委 最后呢 我把钱退给人家 没法干 我说这个 因为我就是主持人 我们也同其连知 我说了影响人家待遇 对对对 但是呢 一个主持人是不可能三分钟的节目 就看出他的好快 对 而且主持人非常的麻烦 你是个什么样子 不见得是你的问题 对对对 是这个节目规定的这个样子 对对对 你的领导 对 你的综合造成了 我怎么能说你好 或者是你坏呢 主持人最倒霉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什么样的舞台上 或者说马戏团表演的猴子一样 给你搁在那个笼子里 你就在那个笼子里边 躲着那些钉子刺去耍 别让扎着 对 搁方笼子里 你就在方笼子里跳 搁圆笼子里 你就在圆笼子里跳 所以说就他说这个 主持人在节目当中表现出什么样子 和这个笼子很有关系 而且呢 你比如说他 我觉得特别不容易的一点 就是说能超脱出能超越这个枪 你知道在中国包括你们文学 阿诚不原来说吗 老师什么文艺枪或者什么枪 你看现在很多主持人都一个味的 我就有时候研究啊 这个这个历史啊 比如最早像宋世雄老师 是吧 他是送枪 但是呢 他很好 一下子全国我都奇怪 我是中国会有这么多人声音都一个声音 都一样的声音 这个责任不在这个责任不在宋老 而在于在那个时代 宋老 他成功了以后 就是这个有这种有这种克隆的思维 那会还没克隆 但是咱们在很多世界上其实已经在克隆 就是好像只有这种声音才能做体育解说 于是呢 照着他这个声音来找 声音像宋老的才能做体育播音 其实错不在他自身 那个时候对我们看球的人来说呢 要没有这声音的女排就不会打球了 其实错不在宋老 而且宋老在他那个时代就是封碑 就是伟大的 他就是划时代的人物 所以他最大的创建就是开了黄枪 开黄枪 对那四川话是骂人的 宋枪 黄枪嘛 胡说的意思 过了嗓子 对对对 你们这个现场直播的主持人培训班 有完没完呢 主持人诉苦大会 到此结束 当然也得说 你知道多少人在读这个专业的人 多么羡慕你们 他们真是不知道死活 我告诉你 我原来也当过一些什么主持人解说员的选拔赛的评委 我经常看着一些条件很好的青年才俊 俊男美女 我就心里边可惜 干什么不好 干这个 您要是有条件 您去干脆 干脆去演戏 对 或者您干点别的 您比如说长得漂亮点的女孩 您去外企当个白领 可能在外企里 你会因为你的美貌如鱼得水 人人都照顾你 你可能过得很好 你非往这美女堆里扎干什么 对 当然了 这个就说美 你说的是对 而一定姿色的时候 你到美女堆里 你就不显藏 而且还有一个 你去读博士你就好了 对不对 还有一个就是 一定要知道你适不适合干这个 你不适合干这个 你强弩着上 糟蹋自己 就是于公于私 它都不对 这是干嘛呢 这叫 所以 不是 各行各业都很不容易 对对对 隔行如隔山 绝不是主持人有什么特别 了不得的地方 你看这还是主持人的思维 什么话得说圆了 你知道 我觉得我这辈子干的 就是不要脸 就是耍 就是耍贫嘴 耍贫嘴 脸皮厚 然后被人议论 然后对 就只能 你知道你藏不了 这都是自我放大 你遮不了丑 因为播出量太